蓝忘机道,但轨道终究是你操控非人之物,时间一长,不仅会损害你的灵力,还会影响你的心性,魏英,你很有可能会走火入魔。魏无羡的表情此刻倒是比蓝忘机还要慎重。道,所以啊,这不就需要你吗?蓝忘机愣了好一会儿,似是不敢相信居然还有这种好事,这句话居然会从魏无羡的嘴里说出来一样。道,我。 魏无羡继续开始他的忽悠,打仗的时候呢,我用怨气轨道,你就负责帮我抵挡一下偷袭的温家人,我若是但凡有那么一点点控制不住的征兆,就要麻烦你帮我一把,把我拉回来。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,每次上战场,我可能要借你的避陈诚一下,你要是能接受呢,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,要是不行的话,那你就当今晚没见过我,魏某人呢,接下来就跟着江城一起回去了。 不得不说,能与魏无羡同城避陈这一条件,让蓝忘机十分心动于是他说,好,我答应你。 魏无羡乐了,想不到居然能如此顺利,他提的条件可以说是够多了。 甚至他试图站在蓝忘机的立场想了一下,简直亏死了,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居然肯答应。 不能遇见的事情解决了,不能用见到的谎言也圆好了。 哦,还有一个问题。 魏无羡道,啊,还有一点,与你同行可以,你不要做些什么奇怪的举动啊。 如果哪天我看你限制我的人身自由,甚至还限制我用鬼手,那我可是会说走就走的。 比起今晚初见魏无羡的态度,现在这个魏无羡简直不能再温和了面对这样的心上人。 蓝忘机除了照单全收,还能做什么呢? 道,嗯,都依你。 然后,蓝忘机就见,这是魏无羡今晚第一次对着他笑了。 魏无羡走上前去,拉起蓝忘机的手,道,好嘞,温潮既然已经死了,眼下要没什么紧急的事情,咱们就先回去吧。 江城那边,回头我跟他说就行,你不用放在心上。 感受到丹田处又开始汇集灵流,魏无羡都差点忍不住,想要笑出声了,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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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这个买卖,他是赚定了,魏无羡挽着蓝忘机走回温室监查聊时,正在擦拭着三毒的江城,见此一个手滑,见风向下,差点戳到自己的脚。 于是他很是滑稽地朝一旁急忙跳过去,又赶紧低身捡起三毒,努力捧着脸,想假装什么都没发生,在一旁等候的江氏和蓝氏门声。 碍于最近江城的脾气不是那么的好,想笑又不敢笑,倒是魏无羡笑得前仰后合。 哈哈哈哈哈哈江城,你抽什么疯呢? 怎么,温顶在你手上没死利索,变成鬼来找你了? 那我这边,怎么没有感受到一点风吹草动啊? 江城藤大双眼,看着同方才重逢时,盼若两人的魏无羡,猛逼道魏无羡你没事吧? 刚才温潮都被我亲自解决了,我还特别贴心地让他在咽气的前几秒,朝着咱们云梦的方向跪了个板正。 就算他变成鬼了,我会怕他,笑话,他敢来闹,我保证用紫电把他抽得永世不得超生。 倒是你,和蓝忘机是怎么回事?你们方才出去干嘛了?怎么你一回来就是一副中了邪的样子? 魏无羡,这一路正感受体内暖流急剧成团,就等着什么时候能赶紧接出个金单? 文言道,呸,什么中邪了?谁中邪了?你会不会说话? 江城道,魏无羡,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? 刚才还冷脸对着蓝忘机说,我心性如何,关旁人什么事呢?怎么现在却贴这么紧? 还手拉着手,要好的和人家穿一条裤子,都说了。 人家蓝忘机不喜欢你你在蓝室听学的时候,骚扰人家也就算了。 怎么打仗也要粘着人家不放? 魏无羡摆摆手,尴尬道,呃,江城,你别问了。 之前,我和蓝湛呢,是有一点点误会,但现在,误会已经完全解决了。 总而言之,我和蓝湛现在的关系就是,以后我们俩要住在一起了。 反正这些日子公家也要和蓝家一起联手打温家人,我这么做,也给你省了个营帐,你不要太感谢我呀。 江城手里的三毒,又当的一声,不受控制地掉在地上,道,啥,魏无羡,你再说一遍。 你刚回来,就又要把这摊子事丢给我吗? 魏无羡道,则,你怎么说话呢? 现如今,各地抗温的呼声越来越高,可无论是谁家,单独拎到温若寒面前都没法同他抗衡。 要不怎么最近各世家都联合起来一起行动呢? 我这一回来,你不还是的单独给我安排营帐,还有对应的物资,我既然要和蓝湛住在一起,到时候就是蓝湛帮我打点了,不就帮你省心了吗? 你不感谢我就算了,居然还敢嫌弃。 再说了,到时候都是一起上战场,我还能不管你们,江城抬手,让住魏无羡的话,道。 就算要和蓝家一起抗温,你用得着和蓝望鸡住在一起吗?你们什么关系啊? 人家居然能同意,说完江城又把目光转向蓝望鸡,语气里带了几分不善,道。 蓝二公子,莫不是你刚才用了什么手段,威胁魏无羡跟你回姑苏,所以他出来之后才会变成这样。 蓝望鸡面色平静,道。 没有,我并未胁魏鹰。 魏无羡生怕江城这个时候,把他和蓝望鸡拆开,道,嘿你这话说的,从小到大你还不了解我,我是那种会听人威胁的人,这事是我乐意,你别管了。 今晚我就跟着蓝站走,放心,战场上我不会不管你的哈。 说完他便挽着蓝望鸡走了,身后的蓝氏门声也跟着蓝望鸡先行离去,江城站在原地,回味了好一会儿,才低声道,思,魏无羡,你不是看上人家了吧? 可惜这句话魏无羡,完全没有听到。 不过,碍于现如今战场上的局势,江城刚重建云梦江市,不过数月所招来的门声个数确实有限,所以能和姑苏兰师一起战斗,于他而言能省下不少事。 更何况,魏无羡和这些普通门声的地位不一样,正如他方才说的,魏无羡要是一回来,自己是要单独给他安排一个住的营帐,如果是和蓝望鸡在一处,倒是能替他省了些力气。 目的达成,魏无羡心情很好,挽着蓝望鸡脚步轻快地,进了姑苏兰师的营帐,不过他还是想到江城方才说的话,道,蓝战,现如今姑苏兰师是和云梦江市联合了吧。 碧亦他也知道,这转变有些突然,怎么说也不能真的气好兄弟不顾。 蓝望鸡道,嗯。 魏无羡道,啊,那就好,不然,我刚回来,就把江城亮到一边来跟你住,是有那么一点点不讲道德哈哈哈哈。 蓝望鸡道,你若是介意,晚上我们可不住在一起,这大好的机会,不抓住怎么行,魏无羡连忙摆手,啊,不不不,不用了,咱们之前说好的,总不能临时反悔吧,你放心, 江城市宗主很多事情只有他能做,我呢也就只能在战场上帮忙,像宗主事务这种事情,又不可能让我插手,所以蓝战,你放一百个心哈。 魏无羡,放下随便,还有那只黑色的笛子,撇向营帐内的床,道,呃,蓝战,你这营帐,好像只有一张床啊。